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是关于备胎如何转正以及如何去逆行女神或者说男闺蜜想要变成男朋友这样的问题 那么根据大家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特意录制了这一期如何从备胎转正 那么怎么样去备胎转正呢首先呢我们翻一个大招 就是你要把你想要转正的你想要被转正的这女生呢跟她互为备胎 就是她把你变成备胎那么你也把她变成备胎 你是她众多追求者的中间的一个男生 那么她也是你觉得众多适合的女孩中的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达到一个心态的平衡 你也不可能去做你也不会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很多兄弟说那为什么浪哥我不能一心一意地喜欢一个女生呢 其实是你可以的但是呢你要一心一意地去喜欢一个值得你一心一意喜欢的 那么帮你当备胎这样的女生呢浪哥认为她可能不适合你去这样专心地对待 那么当然呢我们怎么样去把女生这个当为你的备胎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向她提要求提需求 就像妹子对你提需求一样 我们怎么去跟她提需求呢 大家可以看我们下面这个短片 好今天呢我们又请到我们PUMF的美女嘉宾亚欣 大家好亚欣 来给大家录制最新的一期把妹地图 那么这集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去备胎转正 但说叙实话亚欣 其实备胎转正的这个概率呢我认为是非常小的 非常小 非常小基本上是为零 但就算我们的几率非常小 就算我们很小的概率 我们也要不抛弃不放弃 那么其实备胎转正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和女生互为备胎 什么叫互为备胎呢 就是她找你帮忙 那么你也一定要找她帮忙 比如说呢你可以约她一起来逛街 你说亚欣我们下天到了陪我来买件衣服吧 对吧 然后呢让她去拿着衣服给你试 拿着衣服给你穿 对吧让她来给你为你服务 这个好看吗 还行 我觉得这质感还蛮好的 对吧 要不我们再去看上裤子 对吧 那么记住一点 你把女生约出来 因为你们互为备胎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来安排你们的约会行程 千万不要去争取女生的意见 比如说 你觉得我穿什么好呢 或者说 我们等会去哪呢 或者说晚上你要吃什么呢 你不用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拖着她买这个买那个 试这个试那个 然后一到 然后一不小心 时间就到晚上了 那么在晚上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 今天你就这么辛苦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哎我知道一家这个泰国菜 对吧 在泰国里面感觉特别不错 对吧 我们可以去尝一下 于是呢 又跟她一起又进行了这个晚餐 那么当然呢 这个一天的这个愉快的 这个约会呢 就结束了 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 你还是 你就算作为备胎 也要展示出你是一个男人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你需要去控制 我们俩之间的一段感情 所以说你的什么事情呢 你都要占据主动 你来主动安排 这个是我们备胎转正的 唯一的套路 那么其实呢 妹子为什么要帮你当备胎呢 就是一定是你这里 有她需要的价值 那么很多时候妹子呢 可能会从你这里 索取价值 让你去做一些 你做了 你心情不好 不做呢 又怕影响到 你们之间关系的事情 比如说 修电脑 比如说 给她充一个什么手机花费 之后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做还是不做 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看下面 这些短片 好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你作为备胎 就一定会接到 女生的一些请求 比如说 让你来她家里面 帮她修电脑 俗话说得好 好人修电脑 坏人床上靠 那么这个时候 你作为备胎 当面对这个 修电脑的请求的时候 你修还是不修呢 那么浪哥答案是什么 必须修 但是呢 我们作为备胎呢 也要是一个 有态度的备胎 什么是有态度的备胎呢 就是你修电脑 那有些人呢 就是修了电脑就走了 那就是真正的好人 那么很多 我看到很多兄弟 他一来啊 就往这一坐 然后说 你电脑怎么回事 然后就开始蹲下来 在这里搞 好 然后呢 这个是电源的问题 对啊 显得很懂 那么这样子的话 绝对不是一个备胎 就有太多备胎 这是修电脑的方式 那么浪哥告诉大家 修电脑也要修有态度 那么怎么去做呢 首先呢 你来这次你要一坐 怎么回事嘛 打不开啊 一直打不开心 打不开心 你看一下 点一下火啊 怎么回事呢 没办法吃 吃过了 电源呢 有看一下吗 对啊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看一下 对吧 你要去指挥 让女生去做事情 对吧 那么女生 他这个 他去做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不忙去修电脑 你去 你去翻他的这些东西 你说 这个还是 糖尿鸭的杯子 这个墨镜很舒服 对啊 你要把这里当成你家 这个还是一个 有态度的备胎 那然后呢 你在东搞搞 西搞搞 你说哎呀 好了好了 过来吧 我知道怎么回事 来坐 很有态度 对坐 下来的 过来坐吧 这个你知道这个 你的电脑 为什么现在打不开 这个电吗 那么我就 不是限度的问题 那么我发现哈 可能是因为你 欠缺了一点东西 欠缺了一点这个 智力因素 你知道吧 对 就是你看你后面那个电源线没插 哦 好伤啊 对 所以你要用这种调侃的方式 来和这个妹子来互动 来和妹子来修那个 来修电脑 那么在 当然在互动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去调侃他 你说来来来来 你去这个 去弄一下那个线 你要指挥他去弄线 那么他去弄线的时候呢 他这个屁股呢 就去敲在这里 然后呢 他在弄线 你要去看他 你说哎 哎哎哎 这个你没有穿安全裤啊 对吧 你要去 你还是我来吧 对吧 你要中间呢 加入这个调情的戏份 比如说呢 你说哎 你去帮我拿下那个东西 然后他就 他就倔着屁股 对 倔着屁股在拿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就说哎呀 你不要这样子了 你这个屁股 在家里面就这么随便吗 我们好歹也是男女闺蜜嘛 你 但是我也是像男人 你不能引诱我 对吧 那么在家里面 要跟他来这些调调 才是真正的修电了 在这个妹子 让你做这个事情 你在做与不做之间选择的时候呢 让他给教大家一个心法 就是你要学会尊重 什么叫尊重呢 就首先呢 你要学会尊重自己 就是这件事情 到底我内心深处 我是不是想做的 对吧 你要尊重自己 内心深处的想法 而不要去做了 过后你自己不开心 那么其次呢 尊重是尊重女性 就说你在不做 在拒绝她的时候呢 你也要用到 很尊重她的行为 很尊重她的表述方式 来告诉她 那么这个才是 一个真正的 有泰国男人 应该学会的一种心法 那么当然呢 当妹子她跟你互为备胎过后呢 那么我们如何去转正 这个时候就应该放大招了 那么其实转正呢 我们说到的 她的概率是蛮小的 但是呢有可能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契机 那么这个契机呢 往往都是她和男朋友 可能是吵架 或者说分手 闹矛盾和闺蜜 有了一些争吵 或者说她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遇到 这个什么问题 她有一点软弱 或者说她暴露了 自己的脆弱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击破她 最后一条防线 然后呢逆袭成功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软弱 好那么备胎要转正呢 终极的套路 也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趁虚而入 那么什么时候趁虚而入呢 就是当你的妹子 她情绪低落的时候 有可能是她工作不顺心 有可能是和男朋友吵架 有可能是和闺蜜吵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是备胎嘛 她会想起你 她会约你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转正 不能一来就去约喝酒 就她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她会 很有一些明显的感觉 那么可以约在白天的时候 比如说 那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告诉我咯 对 你怎么想说呢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注意一点 你作为备胎 你不要去评论别的男朋友 也不要评论她的闺蜜 也不要去评论她的工作 你做一个倾听者就OK了 你又听你说 哦 好 然后可能 你就让她释放出她的情绪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说 哎呀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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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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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做一个良好的备胎 哎 不要哭别哭别哭 然后呢 那么 你说哎呀 看你心情这么好 这么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 放纵一把 我们晚上去不醉不归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晚上去到小酒吧 才是真正的干货 那么去到小酒吧 怎么去套路妹子呢 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UAMAP253 上面已经露出了这样的节目 大家去关注就OK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讲到的备胎如何转正的技巧 其实烂歌呢 非常反感这种趁虚而入的 这样的一种把妹的方法 但是呢 很多兄弟他就是喜欢单念一只话 这个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我们很多的兄弟的反馈 以及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感精密 我们发现其实逆袭 其实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你逆袭过后 你转正过后 你守住这个妹子 才是更难的 因为你跟这个妹子在一起 本来就已经很勉强了 在以后你难免不能保证 这个妹子呢 她遇到更多的适合她的男生 那么当这个男生真的出现的时候呢 妹子可能会义无反顾的 去追逐她的生活 但是我们这个长期关系的经营呢 它其实它是也有方法的 那么更多的方法呢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UAMAP253 我们每天提供一辙 小技巧 小干货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把妹地图呢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导师团队 感谢花与阳光咖啡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镇 明镇 你